霹雳武统扳倒了原任州乌大臣拿督斯里阿末废沙州政府后 新大臣人选至今还没有定案 武统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西今天透露 会向苏丹提成大臣人选名单 同时不排除和西蒙政党合作 筹组更稳健的州政府 就在武统释出善意的同时 向来和武统互不咬咸的行动党和诚信党也敞开自家大门 表明已经准备好和任何一方合作 只要能够组成多元族群的稳定政府 就算要和巫统合作也没问题 巫统主席阿末扎西今早9点47分 抵达霹雳仪宝禁打行宫 禁见苏丹纳兹林沙殿下 大约一个小时后 阿末扎西向媒体表明 霹雳巫统和国阵的立场 是希望尽可能维持原任大臣阿末废沙的行政阵容 但不排除会向反对党阵营打开大门 我们会看到所有可能性 我说可能性能够 我们会准备好 我们会准备好 但如果那些人都不可行 但如果那些人都不可行 当然有可能性能够行 有可能性能够行 阿莫扎西强调 乌统将尽快向纳兹林沙殿下 提成新大臣人选名单 在交友殿下做最终决定 但他并没有透露会推荐多少人选 目前霹雳乌统主席已经会晤 图团党和伊斯兰党的州领袖 接下来阿莫扎西也会和盟友的中央领袖商讨对策 其实在乌统敞开怀抱前 霹雳州诚信党已经率先表态 不排除会和其他政党合作 一切都有可能 就连和乌统恶斗了半个世纪的行动党 也在这时候放软姿态 霹雳州主席尼科明表明 愿意接受任何有建设性的意见 而且也准备好和任何政党合作 以便能筹组一个多元族群而稳固的州政府 而这包括乌统在内 另一方面 霹雳州王室事务协调官拿督阿杜拉辛 今早发文告指出 苏丹纳兹林莎昨天下午在竞打行宫 接见阿莫费沙后 预准元任大臣和全体行政议员的总词 感谢他们这两年来为霹雳州辛劳付出的贡献 阿莫费沙后